他17岁携3万元入市 22岁翻到了300万 26岁资产上亿 37岁的时候 单被国家罚没的执行金额就高达200亿 可怕的是 角齐这笔罚金 他只用了9天的时间 其余资产还分毫未动 他就是徐祥 真正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中国古神 根据妻子茵茵所说 直到徐祥出狱 二人仍然拥有超过100亿人民币的合法财产 他赚得这百亿身家 只用了短短20年的时间 复盘徐祥整个的交易生涯 从借钱炒股的散户 到野蛮生长的游资 再到翻云赋予的大资金机构 他在不同时期的操盘方式 有着太过明显的区别 1993年 中国证券市场刚刚诞生不久 全民炒股的热潮已经席卷到宁波 大批年轻人涌入股市 每天都上演着天堂与天台的故事 17岁的徐祥 这一年高中毕业 向母亲要了3万块钱 跟随表哥马姓齐一头扎进股市 马姓齐是后来徐祥集团里的 二号核心人物 徐祥对股票是那种由衷的痴迷 每天除了读一些国内外交易的书籍 还经常会去各大券商聚集的 解放南路营业部 面对面地请教各路交易高手 作为一个小资金的散户 想要实现原始积累的他 打法是异常的激进灵力 大多数时候都在全仓与空仓之间对调 这种调仓习惯贯穿他的整个交易生涯 即使资金庞大到几十上百亿的时候 也是如此 但是菜鸟七的徐祥 显然还无法控制这种方式 三万元很快就亏光了 好在他的好表哥 从来没有怀疑过徐祥的能力 又赞助了十万块给他 让他得以继续自己的封神之路 96年12月 沪深两市开始实施涨跌停板制度 规定同一只股票单日的涨跌幅度 不能超过百分之十 这之前市场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暴涨暴跌个百分之三五十以上 是常有的事 而现在一只股票 想要拉盘百分之三五十 就要分成几天的时间才行 也就是如果一只股票本来就计划涨百分之五十 如果他现在百分之十涨停 那接下来的几天就还有百分之四十的涨幅 徐祥认为这就是庄家的马脚 只要能发现这类股票 就能大赚一笔 于是就开始在这里下功夫 他这个时期经常用的是 突破追高强势股的短线策略 之前接受前江晚报报道的时候 也透露过自己发现强势股的规则 这是他三个月内画了三千张图纸才摸索出来的 需要密切关注的是那些题材新颖的龙头股 最好有消息面支撑 题材新颖的龙头 加上能引起广泛关注的新闻 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和资金流入 如果这只股票丰单的难度比较大 还出现了连续涨停 量价齐升的突破一些关键位置 这就是有大资金实实在在入场推动价格的证明 继续上涨的概率就会很大 徐翔用这套打法在99年的519暴涨行情中 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账户已经做到了300多万 这在当年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 因为异常凶悍的交易风格 这时候的徐翔已经被人称为股市赶死猴 2000年以后市场逐渐低迷 连续上涨的强势股越来越少 突破追高强势股的策略经常被套 一些跟随他策略的人开始出现亏损 徐翔意识到是时候要换一种交易方式 缺乏稳定性的策略坚持不了多久 一段时间之后 他开始联合大户去封涨停板 跟之前的原则类似 只是现在轮到自己做局 他会选择一些市值小 热度高的股票 短时间集结大量资金人为的制造腰股 他和背后的资金会通过大单高价买入 直接将股价封到涨停板 有时候第二天也会继续封 形成连板 当一只股票连续强势上涨 就会有非常多的散户认为 有人在封抢筹码 买不到的人心里也会欺仰难耐 直到次日或数日后 打开涨停板 同时放出一些利好消息 有时候 他们还会在一些关键位置 挂上大量的买单 让市场以为庄家还要拉抬股价 而在价格快到位置的时候 他们再把单子撤掉 这种不花一分钱花的大饼 往往还非常有效 当大量的散户被吸引入场后 抬头看到的 就是徐翔那极可难耐的一字断魂刀 从入局到作局 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这批以徐翔马信其为核心的 二十多人的大户游资 被中国证券报称为 宁波掌停板赶死队 徐翔在其中 被奉为赶死队的总舵主 这时候的他已经手握数亿资金 宁波这番小天地 已然承载不了他的志向 05年 他从宁波搬到上海 办公地点在浦东新区的 东亚银行大厦 为了上班方便 他在对面的汤城一品 买下了上亿元的豪宅 历经07年的大牛市 他获利丰厚 管理的资产已经高达几十亿 资金在市场的进出 已经不再流畅 之前的策略 已经渐渐无法满足他的资金体量 09年 泽西斯木成立 徐翔担任总经理 这时候他最常做的 就是跟大股东一起联合组局 这是一种更强的3.0玩法 他会通过一些渠道 找到那些有操作空间 市值也相对较大的股票 然后开始分批建仓 建仓完成后 以股东身份 与大股东商谈方案出力好 当时最常用的 就是抛出高送转方案的饼 就像比特币减半预期一样 等股价开始上涨 各路股东就可以在高位 从容套现离场 他的泽西一号基金的首发规模 高达10亿元 大部分都是他的自有资金 回报率非常恐怖 泽西123457产品 长期霸榜 私募前五的席位 巴菲特的年化收益率 都不及他的一半 泽西持仓或关注的股票 被人们称之为 徐祥概念股 备受关注 在中国经营报中 说过一个最经典的案例 据说是徐某和某达的 联合套现 整个过程分成了三个阶段 首先是预谋 某达董事长有减持意向 与徐某多次会面 达成一致 某达负责发布利好信息 徐某负责二级市场 双方一起打配合 接着是操作 某达虚增一季度利润 发布跟某某建设投资公司的 合作协议等等利好消息 然后徐某在二级市场 通过多个账户拉抬股价 最后一步是减持套现 等股价达到预期以上 市场热度也被炒高 某达就会用家族成员 持有的股票进行减持 减持底价每股38元 超出部分55分成 然后通过多个账户分层分成 非常隐秘 据说这一次的分成款项 高达17.6个亿 15年10月15日 徐祥家族 以14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 约合22亿美元 位列胡润百富榜第188位 他出事也是在这一年 7月份千古跌停的时候 国家队决定出资救市 邀请徐祥参与 但他不仅拒绝了邀请 反手还将自己的筹码 全部抛给了救市基金 11月1日 泽西被查封 电脑和文件资料 全部被带走 徐祥也在宁波杭州湾 跨海大桥上被逮捕 21年7月9日 获行5年6个月 罚没200亿元人民币的 徐祥 刑满初遇 好了 检查一下是否点击了 订阅按钮 以免错过更更有利可图的交易内容 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拜拜